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出奇之胜方面 静红总能想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办法 某天 静红意外闯入了青龙帮的一场交易中 在酒吧的异语 他看到帮中的几个大佬正在谈论一笔高额交易 机灵的静红暗自观察 凭借他超凡的悟性 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关键信息 他决定先不露声色 静静地等待机会 晚上 酒吧外的街道上 静红独自在阴影中观察酗酒的帮众出入 就在这时 一名身材魁梧的青龙帮混混喝得鸣饼大醉 亮亮呛呛走出酒吧 静红心中一动 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可以利用这个罪汉 获得青龙帮的信任 静红迅速跃上前去 趁着罪汉毫无防备 一把将他扯入旁边的小巷 出人意料地用简单的手法将他打晕 接着 他暗中换上他的衣服 模仿他的神态 假装他就是那名混混 随后 静红进入了青龙帮的大本营 在青龙帮 静红用自信而又狡猾的方式获得了帮中老大的关注 他表现得游刃有余 对外界的信息敏感又聪明 引起了一些大佬的欣赏 他不怕得罪那些老资格 反而以机智与狠辣的手段 逐步在他们心中建立起自己强硬的形象 静红不仅聪明 手段更加狠毒 有一次 他在帮中的一次决策中 携带一名内部监视的叛徒供出 趁机让帮中的老大背锅 从而让自己得以迅速晋升 由于这一手段的成功 静红在帮中竖起了威望 成为了一名重要人物 然而 蓝图虽好 前路并不平坦 在静红逐渐获得权势的同时 青龙帮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 太多人对他的崛起 心存忌惮 尤其是那些个别嫉妒他的人 开始对静红的手段发出疑问 暗中设下陷阱 就在之后的一次黑石交易中 静红接到任务 负责联络其他的帮派 以进行一笔巨大的交易 这次的交易对于青龙帮至关重要 但也暗藏着巨大的危机 静红敏锐地意识到 其他帮派中可能已经有人在打青龙帮的主意 他决定提前布局 巧妙利用自己的勤推 谋略来规避风险 静红通过抓住其他帮派核心人物的弱点 制造出一宗利益冲突 加速了矛盾的爆发 在一场交易之后 他也趁机将另一帮的关键成员一并挖走 令自己获得了极高的信誉 然而事情仍然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合作的深入 静红察觉到青龙帮内部早已出现了分裂 对于老大而言 静红当下的崛起无疑是一个威胁 于是 他开始暗中设下重重阻挠 静红心中怀着不安 但同时也看到了从未想过的机会 他明白 要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生存下去 只有继续采取强硬手段 剿灭一切威胁 他利用自己在青龙帮建立的势力 向老大发起了挑战 计划一举颠覆现有的领导者 就在静红不断积极拥兵自重的同时 青龙帮内的斗争愈演愈烈 他鼓动与自己支持的兄弟一起建立一个新势力 以便能获得更大的资源 与此同时 老大也意识到了静红的意图 开始步步紧逼 时不时暗中派人监视他 企图抹去这个给自己带来威胁的年轻人 在一次交流会中 静红与老大正面交锋 老大直言静红的叛逆 利用帮中的的支持者开始攻击静红的声誉 这时 静红也不甘示弱 整理出了一份密文 企图揭露老大与其他帮派的隐藏交易 双方剑拔弩张 火药味浓厚 你以为你能撼动我吗 老大冷冷地盯着静红 眼中闪过一丝敌意 你不过是个小角色 我是谁你未必清楚 静红微微一笑 眼中透出一丝狡诈 这条路上 是你我之间的生死较量 你慢慢等着吧 别让我失望 终于 在一次交易摊牌中 老大与静红约定在一个森林深处进行决战 为了在这场战斗中一鸣惊人 静红提前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在夜幕的掩护下 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 准备与老大展开拼杀 决战之日 静红带着几名忠诚的兄弟 提前潜伏于老大的营地边缘 他利用地形优势 把老大的手下一一伏击 当老大发现异常识 已经为时已晚 静红冲斗而上 自以挥洒着手中的刀剑 所有的敌人都像稻草一样 被他一一斩倒 最终 面对围堵的老大 静红展现出非凡的胆略与智慧 这一切都是你引发的 今天我来结束这一切 在那激烈的决斗中 静红不再是那个毫无实力的街头混子 他用尽全力 将自己的聪明才智 与很多手段展现到极致 经过一番恶战 静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老大重伤 迫使他丢盔气甲 满脸惊恐而逃 胜利的呼声在静红的耳边回响 他一把拉起自己的兄弟 兄弟们 青龙帮的老大已经被打垮了 今天起 我们将成为新的王者 用势如破竹的气势 静红迅速整顿青龙帮 清洗掉潜在的对手与叛徒 他明白 此时的他已是一位新任的领袖 肩负着整个帮派的命运 他开始重新组织 制定出一套强有力的管理与分工制度 吸引不少街头混混 与有志知识的归属 不久后 静红的手下 开始在城市内部构建起新的势力 他不仅与合法的生意人接触 也开始将地下经济的发展逐步合法化 他依靠着聪明的头脑与狠力的手段 将青龙帮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从而在城市的上层圈子里 获得了空前的统治地位 静红逐渐走出阴影 开始接受各种场合的邀请 与商界 政界的人士展开交往 他聪明地与权力中心建立连接 利用手中的资源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是他心中仍牢记着曾经打拼的艰难岁月 每当夜深人静 他都会反思自己身上所背负的责任与使命 他不断完善自己 对身边的兄弟也以身作则 力求帮助他们顺利在这一环境中生存 然而 一切似乎并未随着胜利而彻底安定 静红的崛起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权力和财富 还有不断向他发起挑战的敌手 青龙帮的成功引来了众多其他帮派的觊觎 他们也开始在暗中策划着对静红的报复 不少阴谋在逐渐酿 一波又一波的挑战接踵而至 不过对于静红来说 这一切都是他曾经历过的苦难与黑暗的延续 在势力壮大的同时 静红决定不再隐忍 而是迎头而上 与敌人进行决斗 他在传统的黑道斗争中加以创新 利用媒体和社交平台等手段进行舆论战 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打压对方 静红在一次次对敌的过程中 逐渐领悟到了人性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他自我反思 以更加果断而坚决的姿态形式 但他也开始注意到 权力的游戏并非单纯的拼杀 更多需要处理的 还有利益关系与合作 经过一番波澜壮阔的斗争 静红终于在都市的黑道中站稳了脚跟 但他心中那份孤独与不甘始终如影随形 每当看到曾经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兄弟们 他的内心总是感慨万千 心中充满了向往 岁月如梭 静红在黑道的搏杀中渐渐成长 他也逐渐转变为一名不再单靠暴力的智者 经过数年的磨练 他不仅拥有了惊人的财富与权势 怀以青龙的身份打破了曾经的桎梏 与此同时 静红也在心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愿望 他希望自己能够以青龙帮的名义 成为这个城市的守护者 于是 在一次次严峻的挑战中 静红没有选择单独对抗 而是创造性的寻求了合作 将这个城市的多方力量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互会共赢的局面 就在这种模式下 青龙帮从一个黑道组织 转变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最终 静红成为了全城人心中的英雄 他带领帮派走向光明 与那些曾经的敌手达成共识 融合成一个良性生态圈 曾经的血海血仇被和解所替代 静红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成为了这个残酷世界中的传奇与榜样 虽然在权力的巅峰上 他依然感受到孤独与挑战 但静红已经不再是那个 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混混 他的故事在城市中传唱 成为后人追逐的梦想 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 无畏艰险 逆天而行 最终 静红用自己的辉煌经历 书写下传奇的一生 在这片充满潜力与希望的城市中 无灭的传奇符号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